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有句老话叫做兵不厌诈 在这一番以色列军队跟哈马斯武装分子作战的过程当中 以色列就充分使用了他们的欺诈战术 这套战术呢,我本讲之称之为引蛇进洞 我们知道引蛇出洞是古老的战术 因为蛇在洞里人很难攻击他 只有把蛇引出这个洞外 人们才能够伏击他,才重庸地杀死他 所以引蛇出洞是一个古老的战术 因为当敌人在这个奸臣力保里面 坚守不出的时候,你很难打败他 所以说过去呢,这个生殖兵法有一个战术 就是围攻一个城的敌人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留一条生路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诱使他逃跑 然后在逃跑的过程当中予以追击 但是呢,以色列的人的这个智慧呢 却把这一条纪模反其道而用之 也就是说呢,他们把这个哈马斯武装分子 骗进洞里,然后能进行巨尖 因为哈马斯分子呢,知道以色列具有强大的火力 所以平时呢,他们都是非常分散地在居民区当中 躲在居民区当中 这样呢,第一呢,可以把人民群众当成盾牌 把妇女儿童当成盾牌 因为以色列呢,投鼠忌器 不愿意就是说呢,误伤这个很多的这个平民百姓 还有妇女儿童老人等等 所以说呢,往往就不会使用这个 这个大规模的,具有大规模功率的这个炸弹 要是使用小型精确炸弹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只能用于消灭那些的 以色列的头,只能消灭那些哈马斯的这个头目 所以呢,以色列这次战争呢 就是想着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哈马斯分子 聚拢在一块儿,然后用炸弹来干 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所以说呢,在这次哈马斯疯狂发动火箭弹 火海战术来攻击以色列全境 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袭击之后呢 以色列一方面使用铁琼反导系统 拦截了大量的火箭弹 另一方面,以色列在边境集结了大批坦克部队 武装部队 同时呢,空军呢,也向这个加沙地带附近的机场凝聚 然后呢,并且呢,内塔尼亚胡也在这个议会讲话当中 宣布他们要收复这个实地 读回加沙地带的控制权 而且呢,他讲得很清楚 占领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再放手 也就是说呢,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把加沙地带交给这个阿拉伯人控制 所以哈马斯武装分子呢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感觉到大难临头 便纷纷逃避打击 他们想出的办法呢,就是钻入他们认为安全的地道和地保等等地下公式 一来呢,他们可以逃避打击 二来呢,将来可以从地下钻出来对乙军进行反攻 比如说攻击以色列的后勤线等等 其实哈马斯分子没有想到这郑中乙军的下怀 因为乙军呢,这个在得到情报和侦察 发现这个大量的哈马斯武装分子都钻入地道躲避以后 迅速出动了150架战机 同时动用大批精确制导炸弹 对这个夹杂地带的450个重点地道 就是说呢,重点目标主要都是哈马斯武装分子长生的地道和地道 进行了精确的这个摧毁摧毁 然后呢,因为乙军使用的是真地炸弹 能够把这些公式和人都炸成碎片 其余的地道里面那些躲避的哈马斯分子 也都被这个他方的这个泥土和这个混泥土给掩盖起来 也就是说呢,被活埋了 所以呢,而且呢,距现在外界呢 开始呢,很正经地发现了 这个传书呢,可能又杀了成千上万的哈马斯分子 乙军真是一举两得 第一呢,聚焦了哈马斯分子 因为平时很难有机会把哈马斯武装分子都集中在一起消灭 第二呢,又摧毁了哈马斯经营多年的地道 地道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呢 显然对乙军也构成了威胁 如果乙军将来好像对加沙城占领的话呢 那么他可能要不得不面临哈马斯武装分子 长期进行地道战的威胁 但是哈马斯没有想到 乙军的早已经装备了大量的专地炸弹 无论空军还是地面导弹部队 而且呢,把他们的地道都侦测得一清二楚 因为地道呢,他实际上人在那里面活动呢 是有一定的信号的 比如说这些人身上携带的手机啊等等 还有其他的方面 以色列的这个太空侦察技术 大概在全球仅次于美国 比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还要优秀 印度还要优秀 所以说呢,他们有能力查清楚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地道网络 现在呢,他们终于消灭了他们大批的这个恐怖分子 所以呢,现在这个外界呢 各地方的军队呢,都对以色列军队的这个新战术呢 赞叹不已 啊,引蛇进洞,聚而兼之 另一个消息呢,就说呢 美法日首度在日本联合演练 威慑中共 这是史上第一次三国陆军呢 在日本演练 这是很明显的对中共的一种威慑,一种警告 因为解放军呢,最近蠢蠢欲动 企图侵略台湾 事实上呢,在这个最近一年来 在中共病毒很少全球之际呢 大部分国家都取消了军事演习 就是境内的,本国的军事演习 大部分都取消了 跨国的这个陆军演习呢,更是销声匿迹 因为你想让那些陆军士兵面对面的相处 在一起吃饭,哪多危险啊 所以,因为谁都害怕这个陆军被感染 陆军是最容易被感染的 比这个空军,比起海军来说 所以说呢,这个 大家都在取消演习 能够进行这一场美法日 联合陆军演练 那就说明呢,这三个国家的军队 认为呢,中共比病毒更危险 所以说呢,必须呢,把防范中共 随时准备打进中共呢 放在更高的高度 放在呢,即使面临 这个病毒威胁也要进行的程度 这就说明呢,至少美国 法国和日本政府呢 都已经清楚认识到了 中共是万恶之源 中共是病毒之源 只有消灭中共,摧毁中共 遏制中共,人类呢 或许才有希望 所以说呢,他们不必风险 联合组织了这一场 这个军事演习 而且呢,这样的演习呢 能够,就是说呢 突破历史上的这种禁忌 因为这个美日呢 有一种同盟关系 在历史上,日本是除了美国以外 他不要请其他国家 进入他的境内演习 而这一次呢,他能够邀请法国军队 进入日本 这也是一个这个军事合作的 日本军事合作的突破 这也说明呢,日本意识到呢 遏制中共,打击中共 随时准备给中共以 承重这个摧毁性的打击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呢,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也对中共的命运呢 敲响了警钟 这就警告中共 不要蠢蠢欲动 不要自取灭亡 好了,然后继续